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再度来到中时电子报的明家视频节目 我是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 今天要为各位主要报告的题目是 面对大陆融合 台湾须有自信 面对大陆融合 台湾须有自信 其实今天两岸融合了已经有30年相互的交流 从1987年的10月15号 总统金国先生 然后开放了老兵返乡探亲 到现在 无论经由经商 通游 旧学 以及各个不同的管道 其实两岸之间来来往往 虽然偶尔受到情势的变化 受到了顿挫跟影响 但是两岸交流的力度跟幅度 对于任何一个以往历史上所谓的分裂国家 无论是两个越南 或者两个韩国 两个德国 就目前而言 两个中国 两岸之间的交流 那种幅度跟力度是以往从来没有的 但是面对现在整个情势的发展 由于大陆的国力慢慢的兴起 在30年前开始交流的时候 台湾整个GDP是整个大陆的46% 而现在只剩4%几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很多人面对两岸之间的交流 以及融合的现象是感到焦虑 而且是感到惶恐的 但是其实在过去30年之间 我们两岸之间交流 其实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 大陆有很多东西给我们的启发 而我们有很多东西确实带起了大陆的风潮 我们现在要呼吸所有的观众朋友 只去思考一件事情 今天在大陆所谓的台湾风 台湾味 台湾事项 其实是不是就代表了进步 先进 健康 以及各种开明跟光明的形象 各位 这都是我们今天是累积了很多年的努力 台湾经过很多年的努力 然后改善了我们的经济的条件 而且进而到大陆经由台商去开拓它的攻坚 而且我们的演艺人员到大陆去表演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但是在其中建立了所谓台湾的形象 而且让台湾成为一个大陆上所掀磨 所倾线的地方 从观光客的来这边台湾 我们可以其实发现 我们的阿里山并不是特别的高 我们的日月潭也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慕名前来一定要到阿里山 而且日月潭 甚至到了恒贯公路 一看 看了花东重古 而且到了故宫博物院 各种的去看 而且觉得在台湾很多东西 台湾的人整个是风景最美的地方 就是人 其实这些点点滴滴 不是都是应该让我们去自信 面对大陆融合 说是被人家给吃掉 其实在某些情况之下 我们假如去抗拒融合 是不是也失掉去操作整个大陆 去改变以及发展的这些着力的空间呢 各位我们仔细想想看 我们曾经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阶段 有我们的政治领袖提出来借其用人 但是借其用人的结果 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进入大陆 去领先发展扎根的商机 后来我们有很多的关闭自首 自我设限的行为 到了最后发现我们丧失了很多 到大陆去建立版图 或者站稳脚步的机会 各位面对大陆逐渐的兴起 经由台湾进入大陆 是原先全世界都是希望 能够进行的步骤 但是由于我们自己自我设限 让失掉了这个机会 原先有很多全世界都知道 假如要学中文 是希望能够到台湾 在台湾学了中文 然后继续再到大陆去 继续去提升 而且去了解大陆的中文情绪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今天经过这个过程 我们去思索 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边的力量或者实力 逐渐的悬殊的时候 难道我们真正要丧失 我们要面对大陆的自信息吗 其实我们台湾 有我们的特长 我们当年台商一卡皮箱 走遍天下 我们到现在面面我们自己 我们无论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土地改革的成功 由进口替代 然后出口带动成长 而且十大建设 这些一段一段 这些工商管理的发展 各种体制 或者各种制度的建立 其实大陆不断的来我们这边取经 难道我们不应该感到自傲 而且感到自信吗 各位 时代的巨轮继续往前进 学如溺水行收 不进则退 但是社会的发展也是一样 你没有进步 你就会被退步 而且淘汰 所以今天面对整个两岸之间的交流 交流是不可能停止的 历史的巨轮也不可能维持 永远维持现状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必须要有自信心 我们依此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 整个华人世界文明的领航者 假如我们有这种的胸怀跟企图 而且有这种自我的期许 那我们更应该要勇敢的 去面对大陆的融合 而且去掌握先机 今天就为各位分析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